美韩军事同盟 美国的原因在于通过这一军事组织形势既可以介入到半岛局势又可以避免单独应对朝鲜的挑战而带来的风险和压力与此同时当下美韩军事同盟更是美国围堵中国扩张其势力的重要战略基地 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苏达成协议决定以三八线为界分别进驻本国军队目的是接管和处理日军投降事宜 据此美军在当年九月八日正式进入了朝鲜半岛南方 受降任务结束后美军撤出了朝鲜半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以联合国军名义再次回到朝鲜半岛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 韩美在华盛顿签署大韩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相互防卫条约 从此美军便依据该约常驻韩国 驻韩美军是美国在远东的唯一重型化部队 陆战能力远在驻日美军之上 是美国实施前沿威慑战略的重要筹码 目前驻韩美军的总兵力约三万人 其中陆军两万余人 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一万人 其中美国陆军第二机器化步兵师是主力部队 该师装备精良 并配有爱国者PAC-3等多种型号的防空导弹 战时驻韩美军不仅可以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 也完全有能力威胁周边国家的安全 从地图上看 美军战机从韩国群山基地起飞 只需十几分钟就能进入中国山东半岛境内 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 那么韩国在目前来说 对朝鲜半岛来说 它对北面的朝鲜的人民军来说的优势 就不是很明显了 那么因为有了美国在当地的帮助来说 它才有一定的优越感 它才能占着美国的总体综合国力 以及在东亚地区有十万驻军这么一个强大的海空力量 在当地的这么一个支持 背后的支持 那么它才能够在朝鲜问题上 做出一个比较强硬的姿态 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 那么它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 就很这个地位会大大的降 目前诸韩美军依然掌握着韩军的作战指挥权 随着韩国经济实力和民主主义情绪提升 韩国一再以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向美国施压 2007年美国和韩国达成协议 驻韩美军将在2012年4月17日向韩国军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 然而去年朝鲜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 以及今年3月的天安号事件发生后 韩国国内有关推迟接管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呼声不断高涨 6月25日 美韩双方就决定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时间 推迟三年 美国是这个一定是在这里面是这个老大的地位 一定是我说了算 那么这几年呢也是为了这个指挥权的问题 发生了一些这个争执啊 一些这个纠纷 但是我们看到了 那么最终如果美国在这个指挥权还是在美国手里 近期被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美韩黄海军演已经被数次推迟 期间的问题暴露了美韩同盟关系下的两国分歧 而战之后 韩国的经济起飞同日本一样 都被认为和美国保护下的和平有关 但同时不是独立国家的挫败感一直在韩国积聚 朝鲜日报日前报道说 如果战争爆发 只有27%的韩国年轻人表示会战斗 另外美军进驻韩国以来 美韩两国虽然一直被对付朝鲜 而保持着紧密的军事安保合作体制 互称核心联盟血盟关系 但是由于美韩条约的不平等和相互利益的不一致性 美韩之间存在着种种的矛盾 随着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韩国对于完全由美国所支配的不对称的军事关系越来越不满 美韩的同盟关系可以说暗流涌动 而在该地区另外一个重要的同盟 美日同盟 日前也因为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 双方的关系一度出现了裂痕 相较美韩同盟 美日同盟的不对称关系 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着美国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期的爆炸 美日的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战败而终结 日本投降后美军将其视为独家战利品 1945年8月打着盟军旗号的40多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 实施对日本的战利 为消除亚洲这个战争策原地 时任美军远东司令迈克阿瑟 即开始了他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改革 面对迈克阿瑟发动的这场涉及修改宪法的声势浩大内容广泛的改革运动 他帮助日本制定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宪法 放弃了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放弃的权力宣战权 不仅如此迈克阿瑟在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 最终使日本走上了全面复苏的道路 迈克阿瑟通过一系列的这些帮助日本恢复经济 保留日本的经济流行天皇 以及特别是引入了美国的一系列的这种 包括的这个民主制度 三权分立的这种法制度 教育体系等等一系列的 那么在短时间内就把日本打造成了一个 非常的这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方面发展 就是说他的这个从上从一种旧的这种封建制的军国主义 这种极端的这种想法 慢慢逐渐到了一种以经济为主 平等自由这么一种的一种理念 那么这个对日本战后几十年来说是受益匪浅 冷战结束后 基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以及日本经济的增长和军事力量的恢复 在美日新安全防卫指针空下下 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开始共同拟定和实施防御计划 建立相关机构的双边协调机制 为防御日本和周边事态统一行动的标准 并为相应的军事行动建立联合指挥 情报后勤的保障 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后方基地 美苏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参与者 逐渐转变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盟友 目前美军在其包围中国的第一岛链中 主要力量是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 在冲绳 由美军唯一驻扎在海外的空军联队 第十八空军联队 同时美军在冲绳还部署了海军陆战队 包括海军陆战三师和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连队 此外冲绳及其附近岛屿还部署有大量的电子侦察 特种作战 后勤支援等军队 由于这里距离中国大陆较近 美日还特别在空谷岛等岛屿上 建设了雷达和监听设施 用来监控中国动向 日美的同盟是整个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远东战略的核心和基石 那么台来说呢 日美包括日本这么一个比韩国更加强大的一个国家来说 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军事技术实力更加强大一个国家来说 那么这个指挥权也是在美国人的手里 所以同样来说 美国是会牢牢的掌握在东亚地区 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动权 那么这个指挥权落到谁手里 是非常环境的 那美国一定会牢牢抓到自己手里 在日本本土 美军第七舰队航母乔治华生顿号 这些战斗群驻扎在东京附近的黄虚赫带 此外 日本自卫队也是组成第一岛连防线的重要力量 日本自卫队仅逼三代战机数量 就接近三百架 还拥有近百架P-3C巡逻机 这些对中国无疑都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日本正不动声色地提升军力 其军力本身对快速增强的中国海军 构成严重抗战 今年以来 日本两次发现航行中的中国舰支 这本身就足以证明 东京监控地区海域能力 日本海军通过联合潜艇 战机 卫星和水面舰艇 可以跟踪中国舰支 为本国和盟友美军的军队提供目标信息 美日同盟一直是战后美国亚台战略的核心 但是这一同盟是建立在美国的军事控制之上的 以牺牲日本的自立为前提 而在最近的几十年 随着日本变成经济强国和外交大腕 其军事失衡招致了许多不满 今年来更是因为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 而扯出了许多的裂缝 美国还将继续在关岛保留大量的驻军 而日本则必须接受驻军部队迁移的费用 来作为美国65年来保卫其安全的回馈 东京新政府以及其国防政策的争论 表明了两国关系正在演变 而对于当下的美日实质 有分析指出 美国不会放弃对日本的控制和利用 日本一时也不情愿割舍 想由美国庇护所带来的红利 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 对于日本固然能够发挥其瓶盖的作用 但是其前提是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而日本的军事实力也借助美日同盟不断获得提升 下一节回来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台同盟关系 以及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部